1995年1月10號這一天 時任檢察官張晶圖 從司法新村的住處準備離開 腳上穿著拖鞋 張檢走向了他的轎車 他們就直接掏槍 往他身上連開十二槍 對 十二槍 槍槍都打到身體 這名歹徒早就在 張晶圖的住處等候 跟著張晶圖走到了轎車的位置 隨即朝下半身近距離連開了十二 十二槍 目的明顯 他要他下半身殘廢 兩名歹徒聯手合作 開槍完隨即跳上了接應的機車 從另一條巷口逃走了 但是誰敢這樣對一個檢察官下手 從來沒有一個人去挑釁 這樣的一個公權 張晶圖檢察官是國內治安史上 第一個遭到前犯的家屬 開槍的一個檢察官 這個黃紹鋒是誰敢這麼囂張 公然挑戰公權力 一邊空白 在病房裡面看天后版都會 都好像在看電影一樣 身中十二槍的張晶圖 當時送醫之後一度失血過多休克 前後歷經了十一次手術 才從鬼門關前見過一命 甚至連那個時候 高雄市某個分局的刑事組長 因為一直追他媽媽跟他的下落 他也買了找了一堆小弟 直接錢就撒下去 然後買了四支手槍 然後一百二十發子彈 分給這些小弟說 你只要給我看到這個刑事組長 你就給我開槍 所謂槍毒不分家 最會發槍的 正是所謂的販毒教父 黃上鋒 黃上鋒他本身 並不是一個很知名的角頭 或是一個黑道兄弟 他也都混不出什麼名堂來 原來他出生在一個販毒之家 媽媽在民國七十年 就是台灣知名的毒販 而黃上鋒從小就耳濡目染灌了 黃上鋒崛起於高雄齊山一帶 家族都有販毒背景 但其實他的母親才是掌門人 就算黃上鋒逃亡大陸期間 雙方仍然密切聯絡走私毒品 正是因為這樣 當時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張金圖 偵辦此案 起訴了他的母親溫玉芝 引發長期躲藏在大陸的黃上鋒 極度不滿 才會教唆小弟要給這個張簡一個教訓 黃上鋒那時候負責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任務就是對外聯繫 然後去往返大陸 香港 澳門 台灣 這幾個地方 然後去負責從國外買貨進來 做漁船走私進來 但要做大 黑白兩道都要通吃 他暗中買通警方